你正在收听的是说中文播客,我是和你一起说中文的大鹏。 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说中文播客,好久不见。 这是新年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周末,2021年,你感觉怎么样呢?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为大家带来新闻, 因为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一年来我自己的感受。 还有要展望一下2021年,看看2021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也就是总结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 好,那么首先在2020年我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有一些是和我专业相关的知识。 这些知识我就不和大家分享了。 还有一些知识和我的专业没有太大的关系, 比如我学习了怎么做饭, 学了怎么录音和编辑视频, 还学习了如何帮助外国朋友学习中文。 这件事真的很难,尽管我是一个中国人。 还有我正在学习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和别人交流的方式,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还正在学习中。 如果有朋友了解的话,欢迎和我交流。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还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和大家一一分享了。 结论是,学习新的知识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想收听说中文播客的你,也一定很喜欢学习吧, 并且也可以在学习的时候感到快乐,不是吗? 学习知识和交朋友都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还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特别是通过说中文播客节目认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给我带来了快乐, 还有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当然更要感谢大家给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 那就先来说一说我认识的第一位朋友吧。 我还记得第一位给我发来邮件的朋友叫做Lucinda, 他来自美国,现在在中国的青岛上学。 我记得他的专业是企业管理和经营那方面的, 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些公司和企业非常感兴趣。 比如IT公司字节跳动, 也许你没听说过这个公司,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一个手机软件, 叫做抖音。 抖音的英文名字就是TikTok, 非常有名。 这个手机软件就是字节跳动公司开发的。 所以看得出, Lucinda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女生, 希望在2021年, 你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后来我还认识了两位来自德国的好朋友, 一位叫俊安, 另一位叫Franc。 俊安住在德国柏林, 他是一个外表帅气, 性格开朗, 温和的大学生。 他现在应该已经毕业了, 不过他决定继续读书, 继续读研究生。 希望在2021年, 俊安可以继续享受上学的时光, 继续享受在学校读书的时光。 另一位德国朋友Franc, 来自德国的汉堡, 他是一个上班族。 说到他的话, 我真的是非常羡慕。 首先他会说德语, 中文, 法语, 英语, 意大利语。 还有我想现在他的葡萄牙语也应该很棒了吧, 因为他的妹夫是一个巴西人, 妹夫的意思就是妹妹的丈夫, 妹妹的老公。 Franc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他喜欢旅行和交朋友。 可以说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你可以过得越来越潇洒。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老朋友, 他就是马台。 马台来自荷兰, 中文说得超级棒, 几乎和中国人差不多。 我想他一定从他的女朋友那儿偷学了不少。 你可能还不知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还是我的老乡。 老乡是啥意思? 意思就是, 我们的家乡是同一个地方。 我和马台的女朋友来自同一个城市, 都来自中国的山西省, 太原市。 马台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经常会问我一些我都不知道的问题。 要回答他的问题必须好好做功课, 所以我特别喜欢回答他的问题。 和马台交流总是非常愉快, 而且很有收获。 谢谢你, 也祝你和你的女朋友新年快乐。 另外, 我还认识了来自越南的小水、 耀耀、 小黑、 还有 陈兆芳。 越南的朋友们都很热情, 他们总是会对我说, 欢迎你来越南做客, 我要请你吃最好的越南小吃。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我也一定会去大吃一顿的。 啊, 还有住在越南的美国人, 李李。 李李在越南教孩子们说英语, 之前她还在泰国生活过好多年, 不过明年她就要去中国了, 祝你在中国生活得一样开心。 诶, 我发现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好像都有美国朋友。 比如在日本的我的美国朋友Jermy, Jermy是一个英语老师, 他不仅会说中文、 英语, 还会说日语, 更会说一些韩语, 所以在学习外语这件事上, 他是我的老师。 呃, 还有一位很特殊的朋友, 他叫做司马天, 他是英国人, 不过在美国长大, 后来又遇到了一个中国女朋友, 顺便提议一下, 他的女朋友也是我的老乡, 也来自我的家乡, 山西省, 太原市。 呃, 司马天的故事很精彩, 以后我会专门为大家介绍的。 当然也少不了来自韩国的朋友们, 像是民意, 智恩, 喜明, 等等等等。 韩国的学生都很勤奋, 很聪明, 很好学, 特别是喜明, 他会经常问问题, 而且都是很棒的问题, 呃, 有时候我比较忙, 没有能及时回答你的问题, 真的很抱歉。 很巧的是, 喜明也住在韩国的釜山, 而且我的家和他的家离得还特别近, 坐地铁的话只有一站, 哈哈,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最后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我十分尊敬的朋友, 他也是一个韩国人, 不过现在住在美国, 他的名字叫做Megan King, 他的家乡也是离韩国釜山很近的一个城市, 叫做马山, 但是他已经住在美国有二十多年了, 而且他现在是一名护士, 为什么说我尊敬他呢? 因为他每天都要冒着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危险工作。 Megan, 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英雄, 希望你可以在美国好好保护自己, 祝愿你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回韩国看看你的母亲, 祝你在美国的生活开心快乐。 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朋友都是我必须要感谢的,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一介绍了。 如果没有提到你的名字, 请你原谅我, 我都把大家记在心中了。 真心感谢每一位收听说中文播客的朋友, 希望今年也可以经常听到或者看到你们的消息。 2021年已经来了, 那就和大伙说一说我今年的愿望吧。 在2021年当然我要努力把说中文播客做得更好, 为大家提供更多更有用的内容。 还有我特别想回家看看我的父母, 我已经快三年没有回家了, 所以非常想念我的父母和在家乡的朋友们。 还有我想去旅行,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去旅行了。 另外我要在我的专业上下更多功夫, 把论文写好, 把实验做好。 嗯, 说了这么多我的新年愿望, 不知道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说给我们大家听的话, 那就发邮件告诉我吧, 或者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是law9339。 2020年确实是很糟糕的一年, 我相信今年只会更好, 不会更糟了。 2021年的大幕已经拉开, 让我们等待新的故事上演。 下期我会像往常一样为大家带来一个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我们一起说中文。 拜拜。